哎呀 自从这熊大熊二捣乱呢 我这伐木也伐不了了 现在呀只能干点这工地上的活 来勉强养家糊口 这工地上是又炒又乱 真的是烦死了 哎哎哎哎 你那边那个啊 推车那个 你给我麻烈点啊 快点快点那边等你半天了啊 还有那边那个 哎你怎么傻站着呀 别傻站着 赶紧找点活去干啊 否则我可不发你工钱 哎呀 太累了 哎呀这工地上 这些东西啊 哎呦我一个人怎么调配的过来嘛 都怪这熊大熊二 要不是他们 我这伐木伐得好好的 谁来这破工地呀 哎 是谁喊了我们的名字啊 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啊 熊大熊二 你们怎么 怎么又来了 我这回可没伐木啊 我这是工地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哎 别怕嘛老伙计 我们不是来给你找茬的 你们不是来找茬 那是来干嘛 我这工地上干得好好的 我可没伐木啊 知道你没伐木了 今天我们两个呢 是来和你和平共处的 和平共处 对啊 你这好久都不伐木了 我们也很感谢你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工地里很忙 我们两个决定来给你帮忙 是啊 给你帮忙 啊 这 真的吗 你们两个来给我帮忙 不 不捣乱了 哎呀 当然不捣乱了 你看你这工地上 有没有能需要到我熊二的地方啊 哎 我熊大爷可以给你帮忙啊 还有我们 是啊是啊 还有我们 哎 这个 哎呦 这个国王 还有这个奇星 你们也来了 是啊 我这么德高望重 又机智的 相信啊 你这工地上的事 对我来说 都是小时一状 哎呀对呀 大王最厉害 大王最聪明 我们两个出马 那绝对是 哎呀 你这工地上的这些活 算什么吗 啊 对啊 我们准备来给你帮帮忙啊 广头强 哎 这 我这 居然还有点小感动啊 好啊 那现在就听我分配任务吧 呃 熊大 你去开丢车 你这个身体好啊 好 呃 那我去开丢车 我看看丢车在哪里啊 就在你的身后啦 我我我 哦 好 我现在就寄到丢车里面 哎 好 那现在丢车 就由我熊大来开了 呃 那个熊二啊 呃 你这个大块头呢 你就去车间吧 哎 车间有好多这个需要压磨的沙子啊什么的 你帮忙压一下啊 哦 熊二去掉车间 我这个德高望重 机智聪明的这个国王 然后我看看能帮你办点什么呀 啊 哎 这个国王你嘛 嗯 你就去 既然你很聪明的话 那我就交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家伙 那你就去帮我开挖掘机吧 我们这个挖掘机啊 可是很难开的 也不知道这个国王 哦哦 哎 你说什么呢 我们的国王那可是 呃 最聪明的 而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一个小小的挖掘机怎么能担得住我们的国王呢 那好好好 你们你们去开那个挖掘机啊 好 呃 任务分配完毕 大家都赶紧操练起来吧 好了好了 国王和琪琪赶紧把挖掘机开过来吧 好嘞 哎 好好好 就在这陷下来啊 就在这陷下来 好 哎 熊啊 快快快 把这刚拥来的沙子啊 帮到你车间里面压个膜 好嘞 哎 哎 这是边 哎 压膜 推进去 哎 出来 哎 已经压好了膜了 哎 哎 哎 干得不错啊 哎 熊二熊二干得不错 哎 那赶紧 把这个沙子啊 运到这个大雕车这边来吧 好嘞 哎 哎 送到大雕车这里来 哦 现在是我熊大正式伸手的时候了啊 哎 噔噔噔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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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成功了 啊 啊 干得不错 干得不错啊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上我请客 请大家吃好吃的 哦 好啊 好啊 好啦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屋呢 我们一起去到了好大好大的工地 和光通墙熊大熊二 还有国王琪琪他们一起体验了工地上的生活 嗯 他们几个人通力合作 齐心协力 是不是配合的很好呢 那更多精彩好玩的故事呢 尽在玩具故事屋 小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关注哦 当然啦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 玩具欢乐秀 以及玩具对对碰 都有很多精彩好玩的玩具在那里等着你哦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玩具故事屋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